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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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古今 見往之來就是要一名驚人 今天的出賽兩個學校 其實都是老面孔 其中一個是台中的北新國中 據說是第三度光臨 但前兩季其實都是 其他隊伍的心頭大患 另外是來自新北市的 新北市的中民國中第一季來過 那現在捲土重來 相信都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 馬上歡迎兩隊的師生出場 歡迎台中北新國中 新北中民國中 新北市的中別 新北市的中華 新北市的正教主 程度 狀態轉動 狀態力量隊 所有狀態用多一點 堂潔,加油 聽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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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就各位 記得你巫同學 你今天再來的心情是什麼 就有熟悉的感覺 有熟悉的感覺 今天是換了其他隊友對不對 對 所以前兩季 其實就是隊友嗨的嘛 不是 那為什麼要換人呢 我們要培養新手 就是為了第四季的 種子隊做準備 蛤 不是 你第三季才剛開始 你已經想到下一季了 好 OK 很有遠見 來 歡迎楊同學你好 第一次光臨的感覺是什麼 剛剛很緊張 加油 來 黃同學你好 第一次來到節目的感覺是什麼 跟你想像的一樣嗎 其實不太一樣 真的 你本來想像是什麼 就是 我本來想說 你以為走在路上會碰到 吳宗憲在那邊 安心亞在那邊 對 是不是 不好意思 今天只有我們錄影 這些人都沒來 好 來 歡迎 這是支援手 好久不見 賴老師我只等你 謝謝 恭喜你沒有被換掉 是 上一次來的時候 我一直都 沒有辦法在試飛題 站到最後 你說起立蹲下那邊對不對 是啊 因為那邊是追分最好的單元 是啊 所以老師您許願 站到最後 努力的 挑燈夜戰 懸良四股 狼營硬學 讀了一個學期 希望 希望這一季能夠站到最後 好 加油 不過那個單元適度要蹲下去 你不能站到最後 對 沒有錯 有受錯要蹲下去 好 再次的歡迎 謝謝你們再度光臨 北新國中 那這邊也是 第二度光臨 那都是你們的人 對 那些拿牌子的都是 對 哇 那個旗子一拿出來 馬上遮住隔壁學校啊 好啦 謝謝 歡迎歡迎歡迎 來 老師好 是老師嗎 蕭哥好 老師好 大家好 之前有些人看過我們前幾季的 或什麼 有 我就把貴節目第一季 第二季的內容 全部看過 然後還有看了 貴節目推薦的 語無驚人 史不休 都看過了 對 全部看過 哇 很感動耶 那我們第二季的第一集 我穿什麼顏色衣服 沒有啦 我自己都那麼記得 誰會記得這種鳥事 但是呢 妳有沒有很佩服曹老師 她永遠都不會被我們拷倒 因為有些時候 我是隨便問她的 我就突然間拋個議題 她都會接招 各位 讓我們再次歡迎 姐提老師 曹老師 曹若北老師 好啦 比賽馬上要開始了 我們先來歡迎支援手 到場外就位 加油 加油 好啦 比賽馬上開始 第一個階段是線索題加影片題 正式開戰 再次提醒兩隊的同學 還有場外的救援手 在第一個線索出來答對是3分 那麼一詞類推就是2分1分 如果按0之後答不出來或答錯 對方可以直接回答 不用再搶答 但是如果答錯不扣分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有答題的機會 只是看誰搶得先機 或者是比較精準的說出答案 當然有一次救援機會 現在馬上開始第一題的線索1 請看 線索1 好點子打包 請搶答 歷史上有沒有人的點子特別好 好到要打包的 這個題目有意思 來 北欣 錦囊妙記 錦囊妙記 你怎麼想到的 錦囊就是包 來 請看答案是不是 恭喜3分入袋 太誇張了 我們看一下線索2是什麼 線索2是四個字來自諸葛亮 線索3是照於你就照著做 好 其實滿明顯的 接下來看看第二題 請看線索1 殘津留學俄國 那是誰呢 俄國留學生 請想答 北欣 獎金國 對還是不對 3分再入手 一開始就起來6分 來看看線索2 好 線索2是他當年宣布了解言 歷史性的一刻 線索3 三個字 中華民國第六七任總統 沒錯 本節目是從中華文化 幾千年的歷史 一直到近代的民國史都要會 下一題 請聽題 第三題 線索1 他的終身可以 還沒…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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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唸完 我會講那三個字才能夠按 他的終身可入獅 這個他不是人民的他 不是女字邊人字邊 請想答 唉 北欣 永樂大宗嗎 對還是不對 不好意思 你也有華鐵爐的時候 吳同學 來 中平雖然沒搶到 但是你們可以作答 請問他的終身 這個他 沒有生命的他 來 請作答 倒數3秒 3 2 1 看線索2囉 還是要求救 看線索2 不要求救啊 不要 好 請看線索2 三個字 張記 聽了 很有感 請搶答 都不按了 要不要求救 要不要搶答 請搶答 中平 韓山寺 韓山寺 恭喜得分 扳回一城 終於拿到2分 來看看線索3是什麼 線索3是 答案都已經出來了 我們讓曹老師幫我們解讀一下 是 這個韓山寺 它是在蘇州 所以孤蘇城外韓山寺 那麼我們為什麼有題目上 兩個高僧 一個是韓山 一個石德 因為這個石德 它小時候本來是氣鷹 被人家丟在路上 那麼當時呢 被天台山的高僧收養 那是路上石德的嘛 那沒有名字 就給它取名叫石德 所以當時他們在天台山 那麼這個韓山它本身呢 它是一個凡夫俗子 他沒有出家 但是因為每次啊 科舉考試都不順利 後來一氣之下 乾脆出家 他也來到了天台山 就在這個韓爺 一個洞穴裡邊呢修行 所以他就改名叫韓山寺 後來他就認得了石德 兩個人呢亦師亦友 所以兩個人就結伴到了韓山寺 謝謝曹老師 好 哇 故事非常的有底蘊 來 下一題請看線索一 第四題線索一 哇 直接告訴你三個字 提示是別再念了 請搶答 北新國中 緊哭咒 緊哭咒 對還是不對呢 吳同學 恭喜三分又得到了 太厲害… 來看看線索二 真讓人頭痛 線索三 跟唐三藏有關係 跟孫悟空有關係 正解 好 我們看看下一題請看線索一 第五題線索一三個字 父子合力完成 還沒… 等我一下 拜託… 父子合力完成的灌溉工程 這個應該不難答了 請搶答 你看劉昕斯 來… 督江燕 督江燕 對還是不對 有時候快不一定是好事 中平 如果你們答對了有三分 告訴我答案是 柳公順 為什麼不是督江燕是柳公順 因為柳公順是張郭錫柳父子 對 喔 是嗎 很厲害 其實烏同學他的 他也沒有錯 對 所以中平答答案是 六公順 答對了 三分 有的時候第一個線索出來的時候 模擬兩可的 我們看看第二個線索 如果剛剛提早看到的話是 引心電C就是台灣了 這個應該你就知道了 那線索三呢又更清楚了 還通婚泰雅族工程順利推動 來 老師這個故事是我們 乾隆年間 台灣是屬於清朝統領時期嘛 當時引這個心電C 因為心電C在烏來那一帶 是泰雅族他們的這個居地 所以他們會認為 你們漢人怎麼搶我們的水源呢 所以每次這個郭錫柳做了工程 他們就偷偷破壞 這樣房不升房 所以後來郭錫柳 用了一個族群融合的方式 通婚 對 通婚 乾脆跟一個這個酋長的女兒呢 就通婚 那麼這樣我們就合作 其實這個水是用之不盡的嘛 自己人了 對 自己用嘛 所以這個水源 就一直可以引用到現在的 比如說公館 甚至到中輪一帶 就是101這邊啊 所以這道工程呢 就花了20多年時間 可是為什麼我們題目上說 是父子兩個人完成的呢 因為後來郭錫柳他去世了 可是這個工程啊 因為我們都知道 台灣啊 經常夏天有颱風 所以颱風一來 就把這個工程給吹垮了 那麼怎麼辦呢 郭錫柳這個時候已經去世了 所以剛才呢 這邊中評答對了 就是他的兒子郭元芬 繼續呢紫成副業 陸續的修 所以真正的完工到了乾隆38年 才造福了許多的農田 了解了解 不過當然前面的重點 是要有一個政治聯姻 就是透過這種通婚 然後來這個化解干戈 好的 我們看看下一題加油 請看線索題 第六題線索一 富貴受考 請搶答 王 要不要求救 不要忘記我們有求助機會 老師在外面等著了 中評國中 有答案嗎 還是要請老師回答 請老師回答 請老師回答 等一下…王同學好像有不同意見 王同學想自己答 沒有… 還是王同學你想出去答 沒有 跟老師一起答 OK 我們連線到第二現場 張老師 克莉亞 我目前想到的只有福祿受洗 OK 富貴受考 福祿受洗 好 有沒有把握 可以討論 沒有把握 你可以跟同學討論 打槍我… 蘭娜會是酒品關人法嗎 欸 富貴受考 可是有瘦啊 瘦你要怎麼解釋 受考 好 時間到 請給一個答案 妳講北斗新軍 福祿受洗 對還是不對 抱歉 來 北欣 你們可以接著回答 北斗新軍 對還是不對 很抱歉 依然答錯 請看線索二 都看一點字吧 來 線索二可能你們就有想法了 她是個武狀元請搶答 武狀元 儼然是個人名了 北欣 武狀元 要不要求救還是自己搶答 求救 場外的老師 準備好了嗎 賴老師交給你 武狀元的話我只想到 電影武狀元舒淇爾 但是 這一個人應該是虛構人物 那武狀元我們有補充到 曾經是武曲心的迪青 武同學平平的搖頭 老師請問一下那個 鍾葵他是文狀元還是武狀元 我跟他沒有很熟 老師就跟蘇啟兒比較熟嘛 你要問別的答案是 鍾葵 鍾葵 就完全不理老師的答案 對還是不對 不好意思 不對 所以鍾平 真的 來 我猜的是鍋子儀 鍋子儀 鍋子儀 為什麼 沒有 隨便猜的 隨便猜的 就是 就是腦中突然間浮現鍋子儀 鍋子儀 對還是不對 鍋子儀 莫名其妙的 怎麼就猜對了 我好想喔 奇怪了 我們再來看看線索3 也許會有更清楚的 三個字 評定安時之外 答案就呼之欲出來 鍋子儀 首先他高瘦 他活到86歲 他為什麼富貴受考 這是我們題目上的第一個提示 他沒有遭受到政治迫害 甚至他的子子孫孫 都沒有政治迫害 都能夠榮華富貴 因為這個人非常有政治的智慧 比如說他75歲的時候 皇帝問他 我要賞你什麼 你功勞這麼大 我賞無可賞 結果鍋子儀說 我要六個美女 皇帝說 老令公啊 想不到你身體這麼好啊 75歲了還要六個美女 其實鍋子儀 這是故意在藏著 表現出貪婪的樣子 色咪咪的 就不會功高過築 將來就不會 吐死狗烹的下場 對…有時候要這個 以退為進 好了 現在的分數 看起來是在伯仲之間 兩邊各有輸贏 那接著我們來看看影片題 其實答案都在影片裡 請看 文王在上 於昭於天 周雖舊榜 其命為心 有周不顯 地命不實 文王至降 在地左右 詩經大雅文王 歌頌周文王順應天時 創建周朝 夏商周三代 最晚開創的周朝 卻以八百年國座 榮登中國壽命最長的朝代 請大家仔細看 圖中這個毛公頂 上頭寫滿了密密麻麻的 五百字名文 周代仁喜歡寫字這件事 說明了人文精神的崛起 大家漸漸不再那麼迷信鬼神了 大體上西周實行的政治制度 稱作封建 封這個字形本義 就是指在土上 離出一道溝 再往上種樹 成了自然的國界 所謂分封就是將國土分給別人 於是就形成了天子而諸侯而大夫而士的封建階級制度 但國土總有分完的一天 士作為貴族末流已分不到地 但他們受過良好教育能文能武依然為國賣命 西元前七八二年 西周迎來了最昏庸的君王 周幽王 他烽火系諸侯 廢太子 只為博得美人抱肆一笑 這種荒唐行径引起 部落犬戎 叛亂 攻入京城 周平王只好搬家到洛邑 宣告東周時代正式來臨 好的 這一段歷史相信大家都讀過 第一題是什麼 可以得一分 請問 根據剛剛內容講到 最長壽的中國朝代州 到底有多少年 請講 北欣 八百年 八百年 對還是不對 恭喜得分 加一 好 最後一題請看題目 根據剛剛影片的敘述呢 烽火系諸侯引發了哪個部落 叛亂了 請搶答 北欣 勸容 勸容 對還是不對 這個手真快 給我得一分 恭喜… 好 相信大家其實都是知道答案的 只是在於手術的問題 馬上來看看第一個階段的線索題 加影片題兩隊的積分 中平7分 而北欣有11分 恭喜暫時領先 下一個階段呢 非常非常的有趣 因為要考驗同學們之間的默契 休息一下 再回到一鳴驚人 你說我猜現在呢 周勝的隊伍呢 暫時領先是北欣 他們想要後攻 現在呢看到陳同學趙同學負責說 但別說出答案 時間4分鐘 如果全隊王同學都猜對的話 還可以再加5分喔 這個很重要的5分 來 準備囉 比賽開始 三個字 一個人名 什麼事 什麼潮帶的 做過什麼 那個 人名太多了 徐志摩她那個 有三個女人 三個老婆 對 其中一個 然後呢 其中一個 這個老婆有什麼特色啊 快點… 其實老師說我一個都不知道 她一個都不知道 她一個都不知道 要不要求救… 求救沒用…我都不知道 不是啊 求救也沒用 因為妳都沒有名字啊 那這樣嗎 過了 好 過了 下一題 五個字 日本 一個是事件 對 黑船 日本人 什麼事件 然後有什麼人之類的 殘害台灣人 殘害中國人 什麼 什麼 不是 日本在一個地方 然後大肆地殘害中國人 大講出來了 抱歉 你講出了大 下一題 好 幾個字 四個字 形容一下 什麼是 成語還是什麼 成語 就是別人對她很不好 然後她對… 異德抱怨 對 對啦 謝謝 三個字 一個人名 什麼是 什麼潮帶的 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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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問題是她腦中間有答案 求救才有用 來 張老師 好 這個你們可能 課本上比較不熟悉 但是 我應該上課有提到過 就是在日本 向中國投降的時候 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的那位 將軍 小老師 不知道 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印象 老師在課堂講過的一位 將軍接受投降的 加油… 在歷史上是個人物 對 人物 大人物… 很有名的將軍 一個將軍 時間一分一秒的 就是在南京大屠殺 這一個地點 特別要 讓日本來 就是 向我們投降 有沒有想法 要不要PASS 不是吧 PASS 好 放棄下一題 趕快把握機會 兩個字 蛇 什麼 人名嗎 東西 時間 那個 哪個啊 什麼潮帶 什麼左中堂 什麼 人名嗎 還是什麼 就是 不是人名 換句話說 你要這個時候學會換句話說 物品 物品 不能說A就要換成B 有很多人組成的一個 那什麼 那是什麼 團隊 軍隊 對… 要打仗 打什麼 打哪裡 打什麼仗 他不知道 這個問的也是滿積極的 但是喔 他這個沒有人 打的… 什麼潮帶的 新草 新草 要不要換 後面可能有更簡單的事情不多 新草我只知道我嗎 PASS 下一題 四個字 裡面有三個是數字 對不起 四個字你講了四個 來 下一題 你要講三加一個字 幾個字 四個字 什麼東西 事件 人物 成語 什麼東西 什麼意思啊 什麼典故之類的 還有三題要不要PASS 好 好 你先 要不要PASS PASS 下一題 好像只答了一個而已吧 幾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一個人命 誰 什麼事件 什麼朝代的 朝代不能說 要不要下一題 對 後面可能更簡單 把握機會22秒 好 下一題 三個字 諸葛亮發明的 天燈 不是 你講的名講的燈 來 下一題 我居然知道了 幾個字 四個字 事件 事件 成語 有沒有 數字 成語還是事件 事件 事件 什麼時候的 就是 朝代不能說 很抱歉 時間已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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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位請回位 沒有關係 我相信 鑽在那裡壓力是很大的 而且老實講題目蠻難的 好啦 不用檢討了 沒關係 沒事 都過去了 你們相信我 因為對手的題目也不簡單 來 請就位 計時四分鐘 比賽開始 兩個字 一個東西 大從遞給皇上 兆章 兆折 對 兩個字 不受寵愛的 會不會打入 人工 對 五個字 五個字 幹嘛的 書裡面的東西 現在變了一個飲料 飲 對 他講到贏了 但是因為他講到贏了 下一題 自強運動 設立了一個 讀書 蛤 自強運動設立了讀書的地方 廣方眼管 另外一個 不是 幾個字 三個字 方眼管 管 管 對了 教什麼的啊 西 西 西什麼的嗎 我們之前有練習過 什麼管 對 再多提示一點 那學校是學什麼呢 學一些西方的技術 PASS PASS 好 也不求求齁 來 下一題 三個字 人民主席 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 對 三個字 我們會說 下了這種 天氣狀況 就代表很 罕見 洪雨 可以求救喔 下 這種 有這種天氣狀況 很冷 然後 但是有什麼故事 對 對 強 第幾題了 第七題 好 長江的相反 另外一個 黃河 下一題 三個字一本書 它裡面講很多 西遊記 水虎段 打仗 冰書冰 在春秋後面那個時代 戰國策 對 第幾了 四個字 四個字 現在是一個神明 考試要拜拜的那個神明 文昌帝君 對 四個字 四個字 成語 成語 然後 有一個 人會有 好幾個 藏身之處 屌兔三哭 對 時間還沒到 但是題目已經用完了 謝謝三位同學 洪同學 你講完話都會自己先笑這樣子 飲料這個部分你有什麼要 大意了 對 這個現代人想到這個 可能都會想到那個飲料 飲冰是茶集 但其實不是茶 是飲冰是 文題 對了 好 我們看看兩隊的積分 老實說真的題目很難 很辛苦 來看看這個部分呢 北溪還是拿到了8分 而中平只拿到1分 目前的分數呢 已經有一點差距了 提醒各位 尤其你們都來過 不過本季最後贏家 會有一個加菜筋的遊戲 我們請期待 老師能不能撐到最後 休息一下再回來 歡迎回來 一名紀念第三季依然在進行出賽 今天的戰況非常的慘烈 不過場外的應援團呢 應該還是對他們很有信心的 我想聽一下 這個中平國中的校長 有沒有什麼話 能夠給同學鼓勵加油一下 校長 中平的孩子表現非常優秀 在我們非常深度廣度的題目裡面 雖然剛剛搶的速度慢了一點 但是校長相信 我們孩子一定會表現越來越好 卓越成長 謝謝 謝謝校長 來 那北新的是老師嗎 對 有沒有什麼話想給他們建議或是鼓勵 我們北新國中 那個有優良的傳統 心火相傳 所以今天由晨熙帶領學弟一起來 然後晨熙她說她許願之後呢 她可以再繼續參加當那個支援手這樣子 對 如果她畢業之後她說還有下一季 她可以再來當支援手 好 謝謝所有的應援團 美心加油 曹老師今天戰況很激烈 尤其剛剛第二個階段的題目 南京大屠殺是1937年 當然南京大屠殺就發生在南京 你只要說出它一個重點 1937年年底死亡人數超過30萬 這樣子大概就可以答得出來 還有就是這個狼險 他不是人民 狼險如果您看過我們這個影片裡邊 都會發現 當時七季光為了對抗日本的倭寇 倭寇就是拿著那個很長的武士刀 七家軍就用狼險 他可以把那些一個支插 就勾住那個武士刀 所以這個是專門對付日本倭寇的 他是武器 他是武器 謝謝曹老師 好 那我們先從暖身題開始囉 比賽正式啟動 暖身題 這一階段每題每人答對可得一分 請出題 朱元璋以元宵傳達起義的消息 對還是不對 覺得對的請站好 覺得錯的請蹲下 朱元璋元宵起義 朱元璋以元宵傳達起義 好 時間到 目前我們看到的狀況 非常的慘烈 楊志祥 我記得應該不是元宵姐 因為她說她那天要起義 革命的時候是 把東西放在月餅裡 把月食武殺打子 所以應該不是 吳同學 靠妳的階梯了 我認同志祥 答案是 對還是不對 正確解答是月餅 所以站著的朋友請回位 刷掉一半以上 賴老師我想先聽聽你 退選的一個感想 時間稍微短了一秒鐘 其實最後一秒鐘 我突然恍然大為 不對 元宵是朱元璋在要求劉伯文咬的 所以 另外一個故事 對 另外一個故事 可是我知道沙達只是吃東西 是月餅 就起義其實是用月餅 對… 賴老師 沒關係 如果我們晉級的話 還有下次 下次再來 你真的要待到最後 好 現在準備聽題了 第二題請聽題 印尼全國第五大城三寶龍 是紀念正和而命名 對還是不對請選擇 覺得對的請站好 覺得錯的請蹲下 時間到 印尼全國第五大城三寶龍正和 好多情報 這個當中只要有一個形容是錯的 你看 印尼 第五 三寶龍 正和 這個實在是太精彩了 待會兒會是一個什麼樣的賽事 吳同學 您站得可直挺挺的 整句話都沒有錯嗎 我不知道前面的敘述有沒有錯 就是印尼第五大城市哪裡我不知道 但是三寶龍 從三寶看起來就是 是嗎 三寶不是叉燒 還有那個 燒鴨 那你猜猜 你猜猜那個對手 張老師是站著還是蹲著 你猜猜 張老師的聰慧應該是 我覺得他嘴巴好甜 這孩子真乖 又有學問又懂事 答案對還是不對 兩位站著的你們晉級了 好 各位我們才叫暖身題第二題 死傷慘重 下一題請聽題 恩主公廟就是關公廟 這個敘述對還是不對 恩主公廟等於關公廟 請作答 3 2 1 時間到 我這第三季我想說 不可能再有這麼刺激的場面 張老師 是 您為什麼站著 應該是對的吧 烏同學 您為什麼蹲著 我記得恩主公好像不是關羽 但我不知道是誰 賴老師給你一個機會 你覺得誰是對的 我要支持同業 你支持同業 老師是對的 謝謝 烏同學 你的老師賴老師 不但在第一題就輸了 現在還倒戈了 對啊 答案是圈還是插 答案是圈 烏同學你被淘汰了 太精采了各位 OK 此刻全部是中庭的主場 張老師 請你撐到最後 力轉勝的機會來了 好 我們現在必須喘口氣 來 剛剛 來 曹老師 剛剛的三題暖身題 有沒有什麼故事 可以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太緊張了 烏同學他真的很棒 剛剛呢 他說到三寶 他就想到是正河 就是這個關鍵詞 這個三寶龍 是當時正河登陸的地點 那麼其實呢 在這個南洋一帶 因為正河呢 他是從1405年到1433年 他就在這邊七次下西洋 有好多跟他相關的名字 像三寶井啦 三寶洞啊 三寶廟等等 但是這個三寶龍 是唯一的一個正式的 以他的名字 來作為城市民的 所以這是我們題目 出這個題目的一個含義 那麼至於說 這個關羽是不是恩主公啊 其實我們到行天宮就知道 當然我們都知道 關羽他本身是一個人啊 他是索漢的五虎將之一 但是呢 在宋朝之後 關羽的形象呢 就被神化 變成是浮魔大帝 對於一般的善男性女來說呢 你就可以有求必應 所以他就變成是恩主公廟了 謝謝老師 各位 現在張老師能不能過關展將呢 要進入下一個階段 剛剛暖身題就這麼難 警戒題難不難呢 比賽開始 警戒題 恭喜你進入第二階段 每一題每人答對可得兩分 Are you ready? Go 第一個到曲覆孔廟祭孔的皇帝 是漢武帝 這個係數對還是不對 第一個到曲覆孔廟祭孔的是 漢武帝 請選擇 覺得對的請站好 覺得錯的請蹲下 好 老師覺得這整句話係數都是對的 還是猜的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他有獨尊如數 漢武帝 對 我們來看看答案是對還是錯 謝謝張老師辛苦了 曹老師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他也很有自信 他是不是誤解了什麼 老師說的也對 因為漢武帝獨尊如數 可是我們不要忘了 漢朝的建國者是高祖皇帝劉邦 劉邦在建立漢朝的時候 他也非常重視教化 所以其實第一個到曲覆孔廟去祭祀的是劉邦 比如說劉邦他當時在建國的時候 他多麼重視我們中華文化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第一集裡邊呢 就是講到了這個皇帝 所以劉邦他一建國 他就準備要祭祀皇帝 可是他沒有辦法親自去啊 因為太倉促了 還好當時有大臣就立刻 拿出一張皇帝的畫像 大家就祭拜一下 所以劉邦對於皇帝啦 對於孔子啦 都是非常尊重的 因此我們這題的答案呢 第一個去祭孔的是漢高祖劉邦 謝謝 謝謝曹老師 好啦 很可惜張老師 雖然沒有反敗為勝 但我相信到復活賽的時候 你們更有經驗 可以更上一層樓 在此刻我們要宣布 11分比22分 北新國中晉級成功 待會兒的佳太精是全員 要派一個人來攻九宮閣 休息一下 再回來 歡迎回來一名驚人 最後的加菜金拿獎金 毫無意外的派出的是烏承熙同學 他說但是算是老師等級 蕭老師等級 而且他也經驗相當豐富 不過這是你沒有玩過的單元 對吧 對 待會兒呢 5秒的思考時間 總共會有9題 每答對一個是500元加菜金 是 答對9個是多少 4500 哇 他的弱點是數學 沒錯 好 但是如果到了最後一題 第10題你可玩可不玩 不管你前面累積多少 第10題還可以換手喔 還可以換人喔 第10題 那如果答對的第10題是加倍 答錯是除以2 比賽正式開始 請看九宮閣 我們依照順序來出題 每一題要不就是接上句 要不接下句 第一題請看 第一題 人逢喜事 精神爽 我要你的下一句 倒數5秒 踏死過去 時間到 答案是 月到中秋分外明 下一題第二格請看 必先利其器 我要你的上一句 請做答 公欲善其事 公欲善其事 對還是不對呢 5秒內就答 對了 恭喜加500 第三題請看 靜默者黑 我要你的上一句 靜朱者赤 對還是不對呢 恭喜再拿500元 加財金 第四格請看 小富有減 我要他的下一句 大富有情 什麼 大富有情 大富有 情 情 對還是不對 答案是大富有天 很抱歉 答錯了 下一題請看 瓜田不納女 請我要你的下一句 PASS PASS 答案是 來 我們這邊都知道對不對 裡下不整罐 校長知道 校長知道有什麼用 很可惜不是校長來玩 下一格請看 案件難防 我要你的上一句 加油 5秒鐘 加油 5秒鐘 好 什麼 答 答案是什麼 抱歉沒答出來 答案是 名槍一朵 來看看下一個 校檀可飲匈奴血 請給我上一句 壯志雞餐葫蘆肉 哇 這麼難的你都會 答案是 好 看來他比較會難的 第八題 一舉成名天下之 請給我上一句 1 3 2 1 答案是什麼 很抱歉沒有說出來 我們看解答 十年寒窗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之 應該聽過我的歷久格 請看 君子之交淡如水 請給我下一句 小人之交 小人之交 小人之交如何 時間到 小人之交如何呢 甜如蜜 好 抱歉 目前只有累積 1500元的加菜金 看看能不能翻倍了 派誰… 還是派他嗎 可以的 可以 你們確定 好 他有點緊張喔 而且真的嗎 沒有其他人中文可以來跟他比美的嗎 哇 你們這些人甩鍋甩得很厲害 全部把壓力都推給吳同學 吳同學 你要繼續嗎 還是要換人 就繼續吧 好 反正錢夠少了 他已經放棄自己了耶 糟糕 好了 1500 爭取翻倍好嗎 是 第十題 地雷題請看 少年不是仇之位 請給我下一句 這個應該不難喔 倒數五秒 3 2 1 不知道 不知道 這邊知不知道 來 這邊同學知不知道 少年不是仇之位的下一句是什麼 為負心詞強說愁 有沒有聽過 吳同學 沒有 沒聽過 沒有 對 其實這時候就承認沒有就好 這樣也是甩鍋的一種 這句很紅耶 答案是不是為負心詞強說愁呢 答對了 所以很抱歉你沒有翻倍 還要除以二 是 恭喜北欣拿到本季最低加財金 750元 謝謝你們幫我們請錢 來…吳同學請回位 沒事… 歷史獨多了但俗語不一定記得 曹老師 像少年不是仇之位 這個是星際集嘛 那麼當時他被點觀 可是他的心情呢還是很平和 所以他就想到說 我現在是憂愁呢 國家的處境 可是我想到我年輕時候 故意為負心詞強說愁 那個時候真太不成熟了 所以那個時候寫的作品都不怎麼樣 但是現在成熟了 可是呢真的面臨到很多的 難解的憂愁 那吳同學前邊的人風喜事精神爽 這個他可能不知道 因為這個是那個冯夢隆的 警示橫言小說裡邊的一句話 那小富有簡 大富他說有勤 因為勤跟簡都差不多 但是這是一句農村的俗言 因為農村裡邊的人啊 他們都是看天吃飯的 就算我在勤簡 有時候老天爺不幫忙 缺雨啊或者雨太多 我也沒輒啊 所以呢 大富有天 老天決定啊 對 要天意的幫忙 那麼當然瓜田裡下 這句成語我們都知道 這是曹植的一句話 他說我們君子應該防患於未然 所以呢 未至嫌疑間 不要在瓜田裡下 處於嫌疑之間 謝謝曹老師 這些俗語啊其實很好用的 有的時候我們在說話 會漏漏等碎碎唸 你要多背幾個俗語 你就可以言簡易改了 要多多把它熟練的記住 好啦 今天的比賽到此要告一段落了 再次歡迎觀眾朋友呢 如果你對於剛剛的這些故事 從先情的文化到民國都有興趣的話 可以鎖定去找 語不驚人 史不修這個系列的影片 非常的厲害 掃QR Code就可以來欣賞了 那同時今天也有一題觀眾題 我想請教同學幫我唸一下 屬於觀眾的QR Code考題是什麼 歷史上擁有富貴受考美育的事 1 1是什麼 唐太宗 2是什麼選項 歐陽修 好 3是郭子儀 歡迎觀眾朋友作答 在本季節目之後呢 會抽出以下的獎品 包括了有 米其林三星主廚指定Gusto鑄鐵鋁鍋 善模式真空保溫悶燒提鍋 善模式櫻花樂集超清保溫瓶 善模式櫻花樂大口鏡悶燒罐 還有 Alphi Signol 玻璃內膽真空保溫壺 凱飛輕巧容量真空保溫瓶 生活精品寬體美學的典雅抱枕 以及語不驚人史不修完整版的USB 再次的恭喜北昕 不但是晉級還拿到750塊 希望下一集呢 同學們要冷靜穩定的往前邁進 因為站在這個舞台真的很緊張 不過終究我們還是有一個目標 那就是關照國精 見網之來 才能夠一鳴驚人 拜拜 得到